哈喽大家好,我是豆豆小师弟 今天和大师兄来玩一个空中库跑的地图 哇塞,上面好像很漂亮壮观的节奏呀 上面这么一大堆建筑 应该就是我们今天要跑过去的关卡了 咱们先来看一下提示牌 这里写着有电梯可以通往到上面去 然后这边有一个方形的建筑 应该就是电梯了 哦,电梯门口在这里 直接跳到上面的传送方块应该就可以上去了 哇塞,这上面还挺宽敞的 然后这边还有公主船 还有写着密密麻麻公告的提示牌 嘿嘿,看完公告 我跟大师兄就准备开跑了 这第一关是简单的跳跃 应该没什么难度 不过中力好像有改变哦 还是要小心一点 哎哟,刚说完就掉下来了 还好这里有硫磺金沙可以蹦上去 好嘞,通过第一关以后 第二关是无敌大斗轴 哎,这种我好像也不怎么会跳耶 小伙伴有什么好方法吗 哎呀呀呀,果然又被给夹进来了呀 我的妈呀,这是要把我夹成肉饼的节奏呀 哎呀,什么情况,直接飞到天上了 好吧好吧,也算挺好的 直接通过第二关了,爬上藤条 再去跳第三关 第三关是走为篮 只要慢一点,稳一点 应该可以轻松通过的 OKOK,一确性通过 然后第四关是要卡门上去的 大师兄告诉我 这一关要跳着 然后再打开门 就会成功地卡上去了 哎哟,果然 这方法很nice哦 感觉也是可以轻松通过了 然后第五关是要去到储物箱里面 拿上小船 顺着这边的流水滑过去 嘿嘿,下面刚好大师兄已经有放上一只了 我坐上这一只就行了 哎,哎,我怎么感觉这一关都不用乘船呢 我自己开着坦克都可以轻松通过的呀 好嘞,成功进入第六关 这一关好像是迷宫哦 不过怎么感觉也是顺着路走就可以轻松通过的呀 接下来是第七关 这一关是跳串串 果然有点像烤串的样子哦 啊,不会吧 又要再一次被夹成肉饼的节奏呀 这次可没那么幸运可以再弹过去了 直接掉下来了 那还是只能去到角落的硫磺金沙蹦上去呀 哎,什么情况 我怎么直接蹦到上面来了 只是 发现bug了吗 嘿嘿,那也好也好 直接跑过这一关了 接下来这一关是跳黑式方块 这种关卡小意思啦 完全难不倒我 不过怎么感觉这一关的距离好长啊 然后大师兄说他也是作弊跑到上面去了 直接通关了 那不行不行 我也要学着他直接跳下去 然后找到硫磺金沙 继续蹦上去 嘿嘿,果然 一下子就蹦上来了 然后这段距离有点长啊 我直接用坦克吧 哎呦,到角落还是感觉比较危险啊 还是变成走路吧 比较稳当一点 哈哈,我发现前面第八关 应该也是可以用bug通关的 那么我现在变成坦克 然后跳过去 应该就OK了 哎呀,不行啦 前面有阻挡了 那只能跳到水里面了 还好有莲花叶 可以跳上去 第九关是无敌大转弹 大师兄说 顺之他的方向跑 难度系数就不会很高了 哎呦,对我来说 还是有点难度的 不过也可以通关了 第十关是简单的跑跳 虽然两边有难度系数比较高的相框 咱们就不要去跳了 第十一关是跳门洞 这门洞好像就是装饰作用 没啥难度呀 然后第十二关是爬藤条 爬藤条要用背试角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我要挑战一下主视角 嘿嘿,也是没问题的 可以上来的 第十三关是要躲避障碍 直接跳到下面的水里去 哦,那好像也没什么难度啊 也是一次性通过哦 然后要跳到荷叶上面去 就可以到达终点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留言关注哦 这种小伙伴状